为了让居家隔离居家紧易 确诊居家照护的民众 能安心度过隔离期 新竹县政府特别围情厂商 制作升级版的防疫关怀包 新竹县长杨文科 也在日前特别前往工厂 关心包装的过程 帮辛苦的工作人员加油打气 因为疫情是不断在变化 未来确诊的人数 恐怕会持续的增加 但是大家也不要慌张 我们会按照我们的 防疫的步调跟做法来改变 来帮忙来把这个疫情 要把它控制住 所以我们县府 针对这个疫情的变化 我们成立了我们新竹县的 防疫紧急应变中心 我们这个中心的整合 我们府内的各项资源 做好准备来迎接 防疫的全新的一个阶段 为了让这些得到居家隔离者 得到最好的照顾 居家隔离就是 跟这个确诊者有接触的这些人 叫居家隔离 我们现在是规定是三加四天 所以我们在他居家隔离的期间 家属来领我们的关怀包 我们也会送到他们的家里去 那这个关怀包里面的内容 非常的丰盛 我们主要是有泡面 饼干 酒精 湿纸巾 罐头 冲泡饮 口罩 快筛剂 温度贴片 及关怀宣传的手册 那这些内容有分 这个分的跟素的 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乡亲 能够安心在鸡隔期间 可以度过这些不便 为了保障民众吃的安心 关怀包内的食物品质 例如泡面的保存期限 至少要距今四个月以上 饼干类则要五个月以上 罐头也必须一年以上 维持保鲜期 避免让民众拿到即将过期 或是已经过期的食品 记者简书期新竹采访报导